大家好,千呼萬喚的百度終於正式開始招股了 由3月12日至17日,下星期三公開招股 百度香港上市發售9500萬股股股票 每股發行價最高295,集資最多280億 每首入場費大約接近15000左右,計劃在3月23日掛牌 受著正式啟動上市招股的消息影響 昨晚美股百度大升,不過近期也比較波動 因為科技股仍然受著10年期的國債收入率影響 現在大家會擔心究竟這個上市情況如何 不過,據市場消息就說 百度大熱上市的國際配售已經獲得足額應購 現在香港的新股集資,國際配售已經95% 公開發售只是5% 大家其實都會想,究竟這個市貨要不應該去抽 首先百度是一種值得可以中長線提供的公司 我想現在去抽的投資者都是用了這個想法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之前在一些訪問中也有提及過 其實如果大家有美股戶口 美股裡面如果看好的可能已經買了 不過其實不是每個人都有美股戶口 那你又有想買百度 其實現在是一個可以去抽 或者是在廣告裡面買的機會 那之後就有 現在呢 不過你就要小心究竟 作為第二上市 你預期第一天未撕會一個手掛那種爆升 所以未必要太過去盡取 要頂頭除那種抽白的 不過這隻如果你說現在的市場 你說真的抽 都真是一個給一些中長線投資者的機會 其實大家都會去清楚 百度是搜尋器起家 近年其實股價一度低殘了很久 因為過往業績都不是太交到功課 到近期其實市場越來越關注 就是ARK的Catherine Wood 就大大聲周圍都會去說 就是看好百度 那大家近年也都關注這個 新能源汽車的發展 那也都是看好百度這方面的發展 百度其實現在已經是 不再只是做一個手探器的公司 是定位為一個人工智能的AI公司 那其實它呢 一年已經開始投資AI的了 那大家甚至你拿它來和現在 我們港股裡面的一些科技巨頭 其實你看到中資裡面 百度已經是勝一籌的了 那當然你說這個收入的增長 就真的沒有現在我們港股 這些巨頭那麼厲害的 上年的總收入就是 一千零七十一億人民幣 和2019年就是基本上是持平的 那你說這一邊可能未必這麼好 但是它現在為什麼大家的機構投資者 肯給一個高日價 肯給它這麼大的增長的股值呢 其實主要就是看它三大的增長引擎 包括有移動生態 智能運和智能駕駛 那在很多複雜 其實它的AI解決方案 是有一個整套的運服務 和解決方案的智能駕駛 在這裏也是我一個關注的亮點 因為本身都關注新能源汽車的 前陣子開始熱炒這個概念的時候 其實就百度有和吉利合營 當時我們港股如果你看好這個合營項目 其實只有吉利可以買 但是首先這個合營 不是一上市吉利那邊 而且這個合營其實百度才是主導 因為智能化的技術都在百度上 有這個人工智能的優勢 甚至還有百度的地圖優勢 因為大家都知道Google是進不了中國內地的 所以你說國內的地圖優勢 其實它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在將來做這個人工智能的自動駕駛那裏 所以這一方面其實有很大的 很大的增長潮域和充頂空間 變成一個中長線方面看好的部署 大家都可以留意招股的情況如何 秋來講是避免增加太大成本 我覺得未必是太過進取 但也是值得留意的一隻新股 成本比較死的地方 從咖啡頭裡 成本身總共有很多 一個最多的地方 感谢观看